第四章,这认识已经被压抑或败坏了,部分是因无知,部分是因恶意。 1.迷信 经验表明,神已经在所有的人心里剥下了宗教的种子。 但在百人之中,却很难遇到一位领受了就在心中培育的人,培育了也没有能成熟的,更不用说按时候结果则。 2.此外,虽然有些人可能是在自己的迷信中迷失了方向,另一些人则是故意邪恶的离弃神,但所有的人都从对他的真认识中堕落了,所以真正的敬虔在世上荡然无存。 2.但我所说的误入迷信,并非说他们天真无邪,可以免于责罚,因为他们盲目的努力几乎都混杂着骄傲、虚荣和顽梗。 3.实际上,虚荣与骄傲从以下事实表露无疑,在寻求神的时候,可悲的人并没有照他们当行地超越自己,反而用他们属肉体的愚昧标准衡量他,无视正当地观察之道,所以被好奇拽入空洞的猜测之中。 3.因此,他们并不按神自己所启示地接受他,反而把他想象成自己推测虚构的那位。 3.当这个破口打开以后,无论他们向哪个方向移动脚步,结果都将跌入灭亡。 4.实际上,此后无论他们尝试用什么方式敬拜,是奉神,都不是为神而做,因为他们不是在敬拜神,而是敬拜一个幻想和梦想。 4.保罗熊变得指出了这种败坏,自称为聪明,反成了愚拙,他之前已经说过,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。 5.然而,为了避免有人为自己的最早借口,他补充道,他们被任凭瞎掩是公义的,因为他们不满足于节制,反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,任性地使自己陷入黑暗。 5.实际上,他们是在自己空洞,不正常的傲慢中变为愚拙。 由此可见,他们的愚蠢是无可推诿的,因为这不但是出于虚妄的好奇心,也是倚仗虚假的自信,过分渴望超过限度的知识。 2.故意背离神 大卫在诗中说,不敬前的人和鱼丸的人,在心里说没有神,是特指那些泯灭自然之光,而故意自欺的人,这点我们将稍后再看。 3.相应的,我们也经常看到许多人在傲慢和习惯性的犯罪之后,变得心肠刚硬,疯狂地排斥一切有关神的记忆,罔顾本性的感觉在里面不可抑制地提醒他们。 4.但为了把他们的疯狂描绘得更加可憎,大卫把他们描写为完全否认神的存在,这并不是说他们抹杀了神的存在,而是因为他们剥夺了他的审判与护理之功,把他无所事事地关在天上。 5.现在,没有比这更为被神的性情了,放弃对宇宙的管理,任他自生自灭,闭眼不看人的恶行,让他们放纵情欲而不必受罚。 5.因此,无论谁无知地放纵自己,表明他对天上审判的惧怕已经消失了,自然也就否认有神。 5.而神对恶人公义的惩罚,就是任凭他们的心,备由蒙住,这样他们就闭上眼睛,看却看不见。 5.大卫在另一处经文中最好地解释了他的想法,恶人的罪果在他心里说,我眼中不怕神,同样,因为他们弃哄自己神眼面不看,就自豪地为自己的罪孽鼓掌。 5.即使他们被迫承认有某位神,他们也通过夺走他的能力而剥夺他的荣耀。 5.正如保罗所断言的,神不能背乎自己,因他永不改变,所以他们虚构一个没有生命的虚空的偶像,就是在真正否定神。 6.在这一点上,我们应该注意,无论他们多么激烈地背着自己的天性,希望不但把神从心中赶走,而且还想在天上摧毁他,他们的愚蠢却永远也无法强大到神无法把他们带回审判台的程度。 7.但因为已经没有敬畏之心可以约束他们肆无忌惮地与神为敌,可以断定,只要这种盲目的冲动抓住了他们,他们自己对神的健忘就会继续控制他们。 3.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虚构神。 这样,许多人掩饰他们迷信的无效辩护就被推翻了。 因为他们以为,任何对宗教的热忱,不管有多么荒谬,都足以蒙神悦纳。 但他们不明白,真宗教必须把神的旨意当作宇宙的准则来遵循,神是永不改变的,不是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虚构的幽灵或幻想。 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,迷信是在竭力取悦神的过程中,用假冒来嘲笑神。 因为,迷信所抓紧的,几乎都是神已经宣告他所轻看的,所以,迷信要么就是鄙视,要么就是公然拒绝他明确规定和命令地蒙他喜悦的事。 所以,一切将自己设立的虚假仪式强加于神的人,是在敬拜和爱慕自己的狂欢。 若非他们已经事先虚构了一位与他们的荒唐行为相配的神,他们绝不敢如此戏弄神。 因此,使徒将对神模糊错误的观念称为对神的无知。 他说,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,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 他在别处也教导说,当已辅索的信徒偏离对独异真神的正确认识时,他们便没有神。 至少在这种情况之下,无论你虚构一位或几位神都无关紧要,因为你是在不断远离并弃绝真神,并且离开他之后,你所剩下的只是一个可憎的偶像。 因此,我们必须赞同拉格坦提乌斯的断言,宗教若不与真理联合,就不是真的。 4.假冒为善 第二种最出现了若非被迫,否则他们根本不会想到神,若非被逼,否则他们绝不会亲近神。 即使到那时,他们所感受到的也不是因为对神威严的尊敬而生发的由衷敬畏,而仅仅是对神的审判所产生的奴隶被迫的惧怕。 由于他们无法逃脱这审判,所以甚至惧怕到厌恶的地步。 斯塔提乌斯说,惧怕首先在世上创造了诸神,与这种无神论恨相称,但也只能与此相称。 那些与神的公义作对的人知道,他审判的宝座已经预备好惩罚一切冒犯他的人,但他们还想竭力推翻他,所以向那位必要审判世界的主发动了战争。 但是,一旦他们知道他无处不在的大能是无法摆脱或逃离的,他们就在畏惧中退缩了。 于是,为了不让人认为他们藐视那位威严逼人的神,他们就表现出某种宗教的外表。 但同时,他们并不停止用各种罪恶来污秽自己,甚至罪上加罪,直到在各方面都违背主圣洁的律法,弃掉他所有的公义。 至少可以这么说,他们对神的虚假敬畏,并没有阻止他们沉溺于自己的罪中之乐和自欺,他们宁愿放松自己的肉体,也不愿受圣灵约束。 然而,这只是宗教的一个徒劳而虚假的幻影,甚至都不值得被称为幻影。 我们从中不难分辨,这种对神混乱的认识,与源于敬虔的信仰有着天壤之别,而那敬虔唯独存留于信徒的心中。 但是,假冒为善者偏要踏上这些弯曲的道路,以便看起来像在靠近他们所背离的神。 因为,在他们本当一生始终保持顺服的地方,他们却大胆地在几乎所有的行为上都与他作对,然后热衷于仅用微不足道的献计来平息他的愤怒。 在他们本当以圣洁的生活和诚实的心事奉他的地方,他们却编造一些轻浮繁琐,毫无价值的仪式来迎娶他的欢心。 不,更恶劣的是,他们更加放荡,慵懒地躺在自己的污秽中,因为他们自信他们可以通过荒谬的赎罪行为来向他履行义务。 然后,在他们本当专靠他的时候,他们却忽略他,依靠自己,虽然他们不过是他的受造物。 最后,他们陷入了如此巨大的谬误和罪恶之中,以致盲目的邪恶压制并最终扑灭了曾经向他们闪现神荣耀的火花。 然而,那颗种子仍然无法被连根拔起,这种子使人相信有某种神明存在。 但这种子已经如此败坏,以致靠他自己只能揭出最糟糕的果子。 由此,我现在的辩论更加明确地得出结论,对神的意识被天然地铭刻于人心。 因为甚至被神弃绝之人,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 在平安无事的时候,他们开玩笑嘲笑神,甚至轻薄无礼,喋喋不休地讥讽神的能力。 一旦绝望的情形临到他们的时候,就会驱使他们寻求他,并且驱动他们敷衍地祷告。 由此清楚可见,他们并非对神一无所知,而是早就该有的反应被顽梗阻挡的道路。